新年度开训陆军第78集团军这头开的可谓是热火朝天 火力四射 而对于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的飞行学员们来说 却是步步惊心 渺渺难过 00后的刘毅是中国空军首批在院校直飞三代级飞行学员 这一次他将接受极其严苛的单飞考核 是一战成名 震翅高飞 还是一蹶不震 重头再来 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一次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的空战课目教学 飞的却不是以往的教练机 而是真正的第三代战斗机坚实 21岁的飞行学员刘毅被对手击落了 刘毅因为空中操作不够果断而被对手击杀 大队长给他打出了59分不合格的成绩 他认为我这个速度不足于我再进行下一步的机动 然后他就没有再去操纵了 其实哪怕最后一秒我也要对抗到底 在战场上怎么没有第二次机会呢 打掉就打掉了 如果短短克服不了 有可能我们会建议他终止这个培训计划 教官说的终止并不是吓唬留意 严苛的考核标准为的是快速培养出成熟的飞行员 近年来一大批新型国产主战装备陆续投入实战化训练 飞行员队伍亟待壮大 为缩短飞行员培养周期 2021年空军首次在石家庄飞行学院 推开全新飞行人才培养模式 将以往列装作战部队的歼10战机引入院校 一批95后00后飞行学员直上歼10战机 毕业就是三代机战斗员 严格按照我们大纲的上限高标准训练 比如说我们低空超低空训练 能飞30米的绝对不飞50米 确保从我们这里面出口的飞行员质量 达到空军前列 比肩世界强国 缩短培养周期还要保证培训质量 第一个难关就是帮助这群年轻人提升心理素质 第二个难关是适应坚实战机载荷 这是教练机的二至三倍 八个级的载荷剧相当于我现在身上承受着我自身八倍重量的力 就是感觉一股巨力压在了全身上下各个地方 五个多月的训练终于到了考核阶段 刘毅这批学员要在后舱没有教官的情况下 独立驾驶战机完成空战 而之前模拟空战的不合格也给刘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感觉自己有点笨 然后动作学得特别慢 坚持了这么多年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我必须迈过这道坎 我们终将要独自一人驾驶战机 直面所有的困难 我相信我做好的准备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你们顺利完成了 记载助检查考核 从这一刻起 你们已成功实现了 从一名三代级飞行员 向战斗员的蜕变 只要祖国一声令下 拉得出 上得去 打得赢 歼灭一切 来犯之邻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这次任务 刘毅已改往日的问题 成功完成了单飞考核 在祖国的蓝天上 留下了一条 属于零零后的青春航迹 当我独自一人驾驶战机 冲上云霄的时候 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作为飞行员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我要做的就是 尽快地成长为一名 合格的战斗员 只要祖国一声令下 拎着头盔我就能上 誓死守护祖国的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